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回應香港民族黨被發信會禁止他們營運的一件事 香港眾志有些立場想說回 我們認為這次的事件是嚴重侵害了香港人的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 也延續著過去幾年北京對於香港的政治打壓的主旋律 就此我們嚴重的譴責香港政府做這些行為 而我們也認為這次的事件其實是象徵著政府新一輪 更加之漠視人權更加之強力的 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打壓的 過去幾年政府其實對於公民社會 或者是主張於和現在不同政治制度 對於香港前途有不同想像的團體的打壓 其實已經是有非常之多 相比起以往是更加嚴重 程度更加大的打壓 比如說是取消議員資格 取消參選人資格 不批准公司註冊和社團註冊 以上臨臨種種 其實一些是在政府的官僚體系裏執行 一些是透過民事程序去做 但是今次用社團條例去禁止民族黨的營運 其實是第一次用一個刑事程序 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去執法 過去我們見到不同的打壓都不是用一個刑事程序 即是說就算它是去用任何這些程序去打壓你 你都不用罰苦應都不用坐牢 但是今次用那個手段 是已經和過去是很不一樣的 也可以說是政府打壓方式 由民事或者官僚體系裏面 已經轉變成一種主動出擊 是用刑事的去打壓 這件事對於香港人的結社和結社言論自由 是造成非常大的陰影 今天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也在記者會說過 他用社團註冊條例的第八條的1A 去做這個去出信 而當中都很明確 或者都很清晰 就是其實也都一定是針對當中國家安全的這個部分 是去提出這個要去禁止他們營運的一個指控 而其實過去幾年針對著國家安全 或者是所謂違反基本法的不論是禁止參選立法會 或者是取消員資格 其實大家都見到內容是非常之空洞的 也都不是因為有真正 你說是有危害到國家安全的需要 他才動用這些的原因 不同的條例去作出這些打壓 更加明確更加清晰的就是 其實所謂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違反基本法 其實只不過是他拿來打壓香港公民社會 異見人士的一個藉口 或者一個手段 所以延續到現在的臨時中的打壓 我們見到政府的那個力度已經越來越大 用的方式已經更加不一樣 而公民社會在現在其實要更加的警惕 政府是用這些刑事的手段 是做不同的檢控 其實眾志都可以稱之為一個社團 擔不擔心下一個目標是你們的 其實我們這麼多人站在這裏都是一個社團 因為在那個社團註冊出來的定義 是非常之廣闊 而眾志其實過去一直都是北京政府 你都可以說是一個眼中釘 包括就是我們的公司註冊 一直都做不到 我們甚至是整個政團 都沒有辦法參與立法會選舉 因為在上次周庭事件當中都說到明 就是有這個政治聯繫就不能夠參選 所以都可以預計 他們政府在行政官僚架構當中 以及用一個民事程序 都已經對我們做了很大的打壓 我相信跟著下來的打壓 也都很有可能是我們需要面對的 那請問眾志面對這個打壓 你們會怎麼會呢 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市民去清楚現在整個形勢 是一個本質上面的變化 因為過去政府都可以說是比較被動的 譬如說你去參選 你去交個公司註冊 交個社團註冊 它拒絕你 它都不是好像現在那麼主動出擊 就是講到明 就是說你的政團 或者你的團體 有這些這些的主張 所以就應該禁止營運 如果你再自稱成為成員或者是幹事 就會有罰款和監禁的罰則 整個局勢的變化已經是很明顯 而那個打壓的力度已經比以往是大了非常之多 我覺得最起碼市民是要意識到這件事 現在可能就真是入了一個不單只是槍打出頭鳥的年代 而是人人致危的年代 你覺得是否不用23條立法 就已經可以做到23條的效果 陳文敏教授對於香港有沒有維護到 維護國家安全那個憲政站 其實在不同的論壇或者地方都講得很清楚 其實現在很多不同的條例已經涵蓋了相關的規定 他都認為就是其實他覺得是要改 不過是要改得更加寬鬆 因為見到現在其實有的這些條例 包括現在政府用的社團註態條例 其實都是定義得非常之模糊和非常之狹窄 給很多地方政府去喘息何謂國家安全 和會對於香港市民的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 是有著很大的衝突和矛盾 我是同意這個看法的 大家都見到其實已經不需要23條立法 已經可以用刑事的條例去針對著你的這些言論 或者政治主張做這些打壓 所以的確現在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 在北京政府有權用盡 甚至是會說濫用這些刑事情序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人能自危的狀態 Nathan, do you consider this the latest example of a coordinated clampdown on opposition forces and do you think Demazisto could be nex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few years political su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we could see that they have been exhausting any means and measures inside the system to proceed this kind of persecution for example they banned you from company registrations and so on but for now we encounter a new situ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criminal procedures as a means to do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it is definitely inherit the past trend of collapsing the civic space of our society and I think for all the citizens in Hong Kong we shall be aware of this kind of new development and harder suppression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e county is a fundamental thing that in this situation I think this is not community but the whole economy is the whole society because very clearly so the government state has based upon the House of 23 and in the House of 25 and this very clearly 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situation 不斷必然繼續營造一個社會 需要維護國家安全的一個氣候 但我們很明顯見到 其實這件事也不單止是一兩個政團的事 因為它講到已經用刑事罪行去規範 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放了一把刀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 如果它不斬下去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心存僥倖 但這件事會形成一種航潛效應和白色恐怖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只是民族黨或者香港眾志的事情 是每個市民都需要面對 假如現在打壓的程度是以一個社團為單位 其實很快就會濃縮到以個人為單位 這種打壓的進程 其實我們在過去幾年都見到是進化得非常之快 比如說如果用一個DQ的事件來看 2016年是主張香港獨立的人士沒有辦法參選 2017年就是主張香港自決 前途自決的候選人 是沒有辦法參選 你都見到惡化的狀況是非常之快 而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它這種挪用維護國家安全 而去打壓公民社會的一個手段 其實你不知道那個邊界可以去到多遠 可能現在 其實03年的時候政府是說過23條應該要符合這個 他們都說大體上23條其實是符合約翰律師寶原則的 就是說假如你有這些主張 但你不是直接 就是說 鼓吹暴力 有暴力的行為 都可以容納到 但是你見到政治局勢都變得非常之快 所以你永遠都不知道它的紅線是畫在那邊 那如果香港市民或者是 我們體制裏面沒有辦法 是有個很強烈的聲音就是說 你定定這些的 不論你說佛則也好 刑事條例也好 其實必然是要符合國際標準 還有是保障到香港人的不同 臨臨種種的自由 包括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話 我們的確是 每個人的人權和自由都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改變你們自己的主張 香港眾志成立以來 其實我們的主張一直都是無變的 無論是過去經歷了很多的打壓 我們的立場都是依舊的 謝謝 謝謝